大家好,我是南妹 牛肉不要总是炒着吃了 今天教你一个懒人做法 鲜嫩多汁,解馋又下饭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牛里脊 因为这里的肉质很嫩,口感好吃 我们在切肉的时候也要腻着 鲜嫩多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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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